女助理撩开一领露出迷人的相间 作家以为是在传达某种讯息 不但伸手抚摸还一口啃了下去 可没想到女助理却气得不行 不但骂她是个流氓还直接转身离去 这波操作属实整得作家有点懵逼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 这一小小的举动不但毁了两个完整的家庭 更是葬送了七条人命 女助理名叫玛丽 是一位知名作家聘请的打字员 由于穿着性感 有时会弯腰走光 有时会露出雷丝鞭 作家每次看见都口水直咽 不过她有漂亮的妻子 有可爱的女儿 面对眼前的诱惑 并没有做出出格的事情 直到这天 作家讲述小说的主角被蛇咬伤 留下疤痕时 玛丽竟主动掀开衣领 说自己也有一个这样的疤痕 作家伸手抚摸 玛丽并没有躲闪 眼看气氛轰到这里 作家情不自禁一口啃了下去 什么呢 我明白了 玛丽气得不行 大骂作家是个流氓 随后便转身离去 回家之后 一家人看出了玛丽的异样 在母亲的一再追问下 玛丽说出了诗情 母亲不想女儿平白受辱 于是找到律师 打算对作家进行起诉 起初 玛丽只想拿回属于自己的薪水 并不觉得这一吻有多过分 可律师一听说女孩受辱 瞬间干净十足 噼里啪啦一顿案 竟然算出了两百多万 母亲看到天价赔偿 似乎在脑海中也瞬间选好了房 几天后 他们约作家在法院进行调解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作家在面对天价赔偿 既没有请律师 也没有讨价还价 更加没有多说一句话 直接掏出支票 当场签下 调解员很是惊讶 从来没见过这么轻松的调解 甚至都没调解 就已经调解成功了 玛丽也很疑惑 她从没见过作家如此随废过 而调解员却说 可能是因为她老婆前两天 带女儿一起自杀的原因 玛丽听后 当场愣在了原地 原来 法院的传票送达后 却被作家的老婆欠收了 妻子本来就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在得知丈夫出轨后 更加的心神不宁 就在给女儿洗澡时 情绪再也控制不住 先是将女儿淹死在了浴缸里 随后回到房间吃光了所有药品 等作家回家后 妻子早已没了呼吸 望着一旁的法院传票 作家顿时明白了原因 她焦急的寻找女儿 却在浴缸发现了冰冷的尸体 这一刻 作家悲痛万非 一夜之间遭受了情仙霹雳 玛丽听到这个惨剧 心里很不适滋味 望着墙上作家女儿送的画 久久不能入睡 家人不想看玛丽郁寡欢 于是带着玛丽前去海边 作家散心 弟弟也在海边找了份救生员的工作 一家人有说有笑 相当热闹 可就在玛丽打水时 却突然看见了作家的身影 她觉察到有些不对 赶忙将事情告诉家人 因为像作家这种有钱人 根本不可能来这种小海滩 家人感觉玛丽有些神经过敏 根本不当回事 可就在傍晚 意外突然发生 玛丽的弟弟因为救人 居然淹死在了水里 防护间 玛丽在人群中看见了作家的身影 等她再次抬头 却发现作家已经消失不见 家人们虽然伤心 但都觉得只是意外 只有玛丽坚信 事情并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 转眼几年过去 从那以后 玛丽再也没有见过作家的身影 本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 可就在这天 玛丽突然接到哥哥打来的电话 父母因为务实足蘑菇 已经被紧急送往医院 等玛丽赶到 父亲因抢救无效已经死亡 母亲虽然没死 却成了高位劫瘫 她不明白 母亲最擅长的就是烹饪蘑菇 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惨剧 这时玛丽突然想起 足蘑菇伤人的手法 她曾和作家讲过 而作家在小说中也有提过 玛丽情绪一度崩溃 认为一定是作家在报复自己 哥哥见玛丽状态不对 只能暂时将她送进 不正常人类研究中心 等玛丽回归正常 家里仅剩下三兄妹和瘫痪的母亲 可没想到 就在几年后的一个晚上 厄运竟然再次降临 哥哥刚停下车 就被壮汉拖出车外一顿暴打 等警察赶到 哥哥已经重伤身亡 玛丽赶到现场并没有过多悲伤 只是麻木地坐在一旁 警察告诉玛丽 凶手是名越狱犯人 之所以痛下杀心 是因为犯人在监狱收到了几封匿名信 上面写道 你哥哥和他老婆有私情 玛丽听后 更加确信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作家所为 因为哥哥并没有女朋友 而作家为了创作灵感 也经常与犯人匿名通信 可警察却告诉玛丽 仅凭小说的桥段不足以构成嫌疑 必须拿出实质证据 短短几年时间 家人三死一伤 玛丽既悲伤又害怕 生怕下一个就是妹妹或者母亲 这天 玛丽带着妹妹去疗养院探望母亲 却意外在楼下看见了作家的身影 这次 玛丽显得十分恐惧 为了家人不受迫害 玛丽决定开始反击 她找到一名记者 而这名记者曾经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 因为才华不如作家 所以才转行做了记者 玛丽向记者讲述了这些年来的推测与遭遇 希望记者可以帮她揭露作家的犯罪行为 而记者本身对作家就抱有一丝怨恨 于是立马着手调查此事 如果记者的做法值得称赞 请把大拇指加鲜花打在评论区 咱们送她一个大大的赞美表情 长按点赞还能处罚隐藏特效 不信你可以试试 她写了一篇调查报告 根据推理则出 作家具有重大嫌疑 于是借着访谈机会 将报告递到了作家手里 作家看后对记者表示称赞 但凡是要讲究证据 不是光靠推理就能算出谁有嫌疑 记者无言以对 只能幸幸离去 可就在回家的途中 养老院却突发大火 玛丽的母亲在大火中不幸丧生 虽然凶手不是作家 但却从凶手的身上 发现了作家的书籍 玛丽彻底崩溃 现在唯一的亲人只剩下了妹妹 可令玛丽没想到的是 妹妹居然也是作家的书迷 玛丽心烦意乱 打算与作家见面详谈 在记者的安排下 两人在新书发布会的三楼终于见面 玛丽表示 自己12年来已经受到了足够的惩罚 也对作家失去亲人的痛苦感同身受 现在只希望这一切快点结束 而作家却说 就在作家转身之际 玛丽纵身一跃 直接从三楼跳了下去 但玛丽到死都没想到 就在丧礼这天 自己的妹妹 竟与作家深深拥抱在了一起 记者大骂作家是个禽兽 可作家却说 随后便牵着妹妹的手 消失在了记者的视野中 一切都好像是巧合的发生 一切又好像是作家的训谋已久 到底作家是不是凶手 电影最后并没有明确指出 至于真相 聪明的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里说明 感谢好看的你转发点赞评论关注 下期更新你将绝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评论关注